学区房降价600万甩卖 楼市以后买房人说了算 人标题 学区房降价600万甩卖 楼市以后买房人说了算 近来 屡屡登上热搜的深圳楼市 反映着这个城市冬天里持续低迷的楼市行情 深圳房产中介小梁最近发布的广告里 损盘低于指导价是最常见的关键词 深圳卖房人于女士最近心情也很复杂 因为想置换三房 诚心卖现在的房子 已经按照低于小区同户型30万的价格挂盘了 除了今年深圳楼市调控最大的杀气二手房指导价 深房里事件 房贷利率变化 严查购房资金来源 严读假离婚等漏洞 普拍下调住房销售现价 放眼全国二手房市场 跌并不是深圳的独角戏 另外 新房回暖的表现 也让小杨略微宽心 4712套 是深圳近半年新房成交量的第二高 据克尔瑞数据 10月份 29个监测城市预计新房成交规模 1946万平方米 环比微降3% 同比降幅下降22% 有收窄趋势 较2019年同期降幅为12% 就新房市场而言 开发商为了完成年度销售任务 稳定现金流 将在11至12月 进行项目加推和促销 立即四季度新房销量 可能出现年底走高的情况 58安居客房产研究院分院院长张国认为 整体来看 当前楼市已经从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 成交量下滑 成交价上涨乏力甚至出现下挫都是其重要体现 市场心态的变化导致热度明显下降 张国预计 从成交量来看 今年11 12月或将继续维持久 10月的平均销量 预计不会出现去年同期的成交量大增的局面 而成交价格的稳定将在更多城市得到体现